我被大喊了 头壳大大 本节目是由大马最佳房地产优惠APP Found为您呈现 App Store,Google Play均可下载 明天天气,好晴亡 头头好好,好冷房 没错,在您收看这一期的头壳大大的时候 相信大家依然还暂聚在抗疫的生活中 不知道大家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反反复复被迫在大家的日子里 大家是否已经发霉了呢 还是乐观一点去想 大家终于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进化成更好的人了呢 一起来看看被关在919大楼里面的这些住户 我被大喊了 哪里,是什么那么耀眼 一楼住户 不为人情闪耀 只为照亮着黑暗中迷失的自己 居家抗疫期间成功磨练成五脑奇才的Dancing Queen 没错,在Fay Home这段期间 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眼光灯 只要信中有舞台 哪里都是舞台 看我一个girl 全世界都是我的舞台 好,你慢慢dancing 别扭到自己哦 接下来我们有 哪里 这种湿润感 该不会是 二楼住户 汗水就是生命的干露 就算没了健身房 在家也能递出新高度 与哑铃行影不离 不举会浑身不舒服的运动狂磨 你刚说什么不举 你不要诬蔑我 要不要我举给你看 你来,你来,你来 我举 我举 不好意思 刚刚二楼有点湿 大家先擦干自己的身体 好吧 我们来看下一位 三楼住户 在抗议期间 长遍天下食谱 他的最终目的是 保住舌头上的味觉 是个被人生耽误的 悉尼带厨杀 欢迎来到我的御膳房 你们还好吗 都还有味觉吧 这里 我做了一些桂花糕 皇上 请享用 不跟你们说了 我要先准备晚餐了 我晚餐吃 佛跳墙 你们不觉得 前面三楼的住户 都很励志吗 好的 来看看下一位 这位是 四楼住户 从卧室躺到客厅 再从沙发躺去浴缸 是个不折不扣的 躺平公主 你们都来了啊 重新家 平山 平山啊 我说的是躺平的平 宅在家里 不躺平过日子 还能干啥呢 这里 每一寸地面 每一个家具 都被我躺平过了 对了 你的家 可以借我躺一躺吗 嗯 嗯 好吧好吧 大家先把四楼的忘掉 最后来看看 这一位吧 五楼住户 此人已经修炼成 人生的最高境界 成为天人合一的 冥想大师 修行就在脚下 居家康义 本来就是一场修行 抵抗最大的地方 就是最解放的地方 啊 对了 今天星期几 第几个月了 可以出门了吗 但愿我们下一次再见的时候 大家依然按好 一起勇敢的绽放自己 在家里活出一片天吧 朋友们记得点赞和观众我们 多多留言 多多益це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